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也在脸书发文批评 不付电费的官邸才真正在浪费店 并且公布首长官邸破万电费数据图结取至黄国昌脸书分享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今天说 外交部长官邸一起电费要新台币3万多元 考试院长官邸要5万多元 高官在官邸电费花成这样合理吗? 经济部长沈荣兴表示会协助看要如何结电 黄国昌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质询时表示 前行政院副院长官邸2016年6月到7月的电费是新台币2万2536元 他在拿出数据资料说 外交部长官邸一起的电费3万4千多元 考试院长官邸一起5万2千多元 他说这样毫无节制的用电需不需要检讨 行政院应不应该提出办法 不然高官这样花纳税人的钱 这样用电还有颜面跟大家说要节能 这些院长是在家里挖比特币挖矿吗? 不然怎么用电用成这样? 列级被询的沈荣兴表示 会请专家来协助看如何节约用电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表示 官邸用电需求除副院长寓所外 另包括警卫组24小时轮值勤务所需用电 105-106年间 行政院前副首长宿舍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 基地面积为1,219平方公尺 包括副院长寓所及警卫组轮值勤务空间 外交部发言人李献章说 外交部管理的龙江路首长职务宿舍 因机关特性及公务需求 富有执行外交任务的功能 经常在寓所办理餐宴 召开会议及接待外宾等活动 因此除室内冷暖气及灯光照明外 也需经常开启庭院及车库等附属建物的照明设备 用电量自然高于一般公寓大厦型住宅 李献章表示 龙江路首长职务宿舍 建于民国40年代 104年被北市府指定为历史建筑 建于建筑物屋定为木造结构 为避免阻滥或重铸 需长年使用电力厨师设备 以确保环境干爽及良好屋矿 基于机关特性 公务需求 住宅面积及历史建筑维护等考量 去年每月平均电费为新台币13160元 考试院也发布新闻稿表示 会加强节电措施 并说明105年5月至9月时间 考试院长吴景林经常邀请学者专家 相关顾问及同仁至寓所延商重大考权业务 用电量需求高 又应考试院位于木栅 距台北市区较偏远 基于政务需要 经常邀请相关人士 究竟住便在寓所 就重大政策倾益及交换意见 新闻稿指出寓所防射面积百余平 建物屋林已于60年 电器设施已使用多年未曾更新 也增加耗电量 寓所配置6名安全警卫 其中寓所警卫4名 24小时在寓所执勤 日常作息也都在寓所内 自然有用电的需求 另有关安全设备的照明 录影监视等电器也24小时运作 也消耗电量